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想跟大家再聊一期 我们现在如果把钱放在币安 还会很安全 我相信有很多的小伙伴的钱 应该还是在币安 包括我自己也有钱在币安 我们现在的话 要不要把我们的资产 全部从币安里面取出来 是否还能再相信币安呢 我们今天来好好分析一下 非话不多说 Let's go Hello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如果今天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一个赞 把现在赞点烂好吗 然后我今天所说的东西 都不够人和投资建议 都是我个人的分享 最近受到很多小伙伴人问我 就说在币安 到底把钱放在币安还安全吗 能不能相信币安呢 他会不会倒会不会跑路呢 大家都觉得赵长鹏他很有钱 但是他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呢 其实SEC跟币安 就是前两期我也讲过了 从他们告币安到现在 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最新的一个结果就是 他们现在呢 在试着达成和解 就是SEC跟币安 试着在达成一些和解 和解呢 务必就是币安就是 意思是 OK我交点钱 你了事了 你不要给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SEC的话呢 可能也是说 算了我在这边收点钱 官司打下去的话呢 其实他也未必会赢 对吧 所以呢 现在他们正在和解当中啊 那前几天的话呢 其实这个整个法院也出来了 判定了就是说 暂时先不去冻结 币安在美国所有资产 币安美国呢 这所有的东西呢还是可以 目前正常的去运行啊 消息出来以后呢 其实也是对币安利好 对SEC是不利的啊 那SEC之前告的话呢 先告了这个币安 又说了什么Coinbase 就是前后默默呼呼 也说不清楚 目前大家可以从币安上看出来 这个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 这个坏消息 对吧 现在的话呢 好像比在出市 现在的比特币的币价呢 比出市之前还高 对吧 好像就跟完全没有这回事情一样 但是这件事情呢 还是没有惊魂落定 整个市场呢 还有还是有很多的FUD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目前币安的FUD有哪些 目前呢 有几项 一个就是呢 哎 他会不会资不抵债 他会不会跑路 会不会被挤兑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官司输了以后 那他该怎么办 他会不会损失很多的客户 很多的客人 第三的话呢 就担心币安或者是CZ 是否会出市 会是否会被刑事诉讼 对吧 CZ会不会被抓起来 如果CZ一段 因为大家都知道CZ是币安的灵魂人物 如果他一旦出事 他一旦被抓起来 那后果不堪设想 对吧 在自从FTX被爆雷了以后呢 每一家交易所呢 其实都是在网上放了自己的 这个Proof of Reserve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我的金库里面有多少钱 全部给大家看 目前来看啊 这个币安里面的这个小金库里面啊 这个钱呢 还是足够的啊 是非常非常够的 即便那天一天被人提了20多亿 从来没有拔网线 或者是从来没有不让你提币 等等这种情况出现 目前的话呢 看起来这个后面的资金实力 还是比较硬的啊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 他是否会打官司打输啊 之前的话呢 我也做了两期SEC要告这个币安的这个影片啊 如果还没有看之前的影片了解的话呢 可以去翻看一下我上面之前的前几期发的影片 那币安的话呢 其实呢也是找了曾经在SEC工作的这样一个人啊 当法律顾问 这个人呢 叫George Canellos 他呢 之前就曾经担任SEC的这个执行主任 也有大量的这个执行法案 大量的经验啊 怎么样被告 怎么样成立 怎么样不成立 他和美国的司法部门也有一些这个 怎么讲 人际关系网吧 在美国呢 大家不要看啊 就是说在美国也是要靠关系的啊 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个什么 也是要靠关系 要给面子啊 要给面子 所以呢 他也都认识这些人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熟悉了 我觉得在这么一个丰富经验的人面前 然后又有这么多人脉的人面前 我觉得要搞币安也不是那么好搞啊 从就是从法律的就是走这种法律手段讲 也不是那么好搞啊 现在呢 这个DOJ就是Department of Justice 这个部门呢 现在还没有出来再搞币安 如果这个部门也是出来开始搞币安的话呢 那其实现在要比我们现在的情况稍微要再严重一点点啊 但是如果只是SEC现在出来的话呢 其实这个事情呢 已经被市场消化掉了 那这个官司到底要打多久呢 那2020年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XRP啊 这个Ripple Labs啊 在发XRP的这个公司啊 两创始人跟公司一起被SEC告了啊 说是他们发的是未经注册的这个证券 对吧 但是现在好像看起来说是XRP它不属于证券 所以呢 这就意味着Ripple公司也不会被告 因为他们卖的就不是证券 对吧 那目前所有的这个正式的法文还没有下来 也没有说这个XRP啊应该最近就会出消息了 那如果XRP这个事情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most likely SEC也不会打赢BN这场官司的 但是也都大家都知道2020年告的Ripple 那现在2023年还没有完 那我现在今年告BN的话呢 那2026年是不是还没有完 2026年的话下个牛市可能已经结束了 从那来说呢我觉得只要CZ线不被通缉 不要被抓起来 基本上问题就是不大 那现在他们第一在交涉再谈 除非谈崩了啊 之后有再继续搞 那法庭上见吧 那这个一拖就拖了太久了 其实都是对BN有利的 都是对SEC无利的 但是呢最近呢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FUD出来 对吧 就是一直发的BN啊 还有最近啊 由于BN这个事件啊 USDT也开始被FUD 然后呢USDT也有一些脱钩的事件啊等等 但是这都是暂时的啊 USDT我觉得不会永久脱钩 它这么大一个公司 它的量太大了 而且USDT这种东西 每一次市场上有大的事情出来啊 都会牵扯到USDT 都会牵扯到崩盘 上次LUNA那个事件崩盘了以后 USDT也有小小的脱钩对吧 但是马上之后又回来了呀 又没事 每次有人在FUD的时候 基本上每次他都都没有事 所以呢我觉得 基本上他的问题也不大 基本上他的问题也不大 而且USDT的量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目前看起来要么就是短期的 可能是和解 那长期来讲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要一直拖着了 官司可能达到2026年了 那我也想知道你们怎么想啊 你们觉得现在把钱放在BN里面 到底是安全的吗 我个人还有很多钱在BN 我目前相信是CZ 我目前觉得BN应该没有事情 因为他的体量真的太大 他一家能顶全世界前十 除他以外前十的这个总量啊 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 那这件事情的话呢 还没有完 如果之后后续有更多的一些 爆炸性的新闻出来的话呢 当然我会第一时间也会跟大家分析 又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情势会往哪个方向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如果你觉得今天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呢 又相信BN的话呢 在下面一定要点个赞 下面赞点烂好吗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朋友呢 一定要订阅我频道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不会错过任何发片和直播时间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啦 拜拜